吃完然后训练前这一顿正餐依然还是要吃慢缓式的碳水啊 意大利面或者直接吃玉米这种都可以 然后吃一份牛肉 吃一份牛肉其他话这也是一样的 然后在弊量训练前我们跟增益器没有任何区别 还是咖啡加乳清蛋白加椰子油加维生素B 训练的时候呢所不同的就是大量的质量基酸 就是你在增机的时候你适当的喝下胺基酸就行 但在减止期一定要大量的在训练的时候喝质量基酸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分解是比较快的 大量的质量基酸训练后即刻吃管仙 然后训练结束之后 吃一份不加葡萄糖的酸硫性蛋白 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你每公斤体重差不多0.6到0.7的一个克数 乳清蛋白吃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没有了葡萄糖 所以你吃鸡酸其实吃鸡酸补剂 它的消化速度是消化率是比较低的 你在这个时候没有葡萄糖的情况下吃了一种粉状的鸡酸 尤其是易水鸡酸 你可能会胀肚 会影响你后面的消化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吃鸡酸 如果你想吃鸡酸就在下面一餐 要餐后去吃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一餐我们以前吃的是什么 是白米饭 那么我们在减脂期就尽量不要吃白米饭 所以在这一餐呢我们可以吃一些比白米饭 生糖更慢更稳定稳定一些的这种薯类的食物 比如说红薯 但是不要吃那种甜薯 甜薯当中它会有一些斑糖 就是那种你吃 说的简单点就口感没有那么甜了 红薯紫薯或者芋头 吃点这种东西 然后加饶鸡胸 这餐依然不要不用吃蔬菜 而且凝脂肪 然后再往后就完全不能有碳水了 就是蔬菜 然后加上鱼肉 然后在睡前脂肪 加上这个乳酸蛋白就可以 是这样一个 提到减脂呢 就要说到碳循环 对吧 那么碳循环什么时候去做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 在前期你做碳循环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说你只要是 有亏口你就会往下减 同时你有这个训练强度 你就会更多的保留肌肉 对吧 也是做科学 所以你前面 你的碳水并没有降到那么低 那你为什么 而且你没有降到那么低 情况你还在往下减 那你为什么要降到更低 让自己非得冒着掉肌肉的风险 所以你前面去上来做碳循环 好像没有任何意义 那什么时候去做呢 比如说一开始降了一部分碳水 你有了亏口 但你随着体脂的下降 你自然你的体重的下降 你体重下降 你把这个体重掏了 那个旧代谢工程一算 那你自然你的代谢就下降了 对吧 那你代谢下降了 你这个亏口 当你已经减到这个程度就没了 那你这个时候再往下降碳水 对吧 再往下降碳水 那降到这样降到一定程度 这就是比较低碳了 那么低碳的时候 如果持续的时间太长 比如你连续三天都低碳 第四天你可能就不减止了 因为你代谢就下来了 然后再往后你可能就开始掉肌肉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代谢下来了 我们把碳水拉回来 拉回来是干嘛 让你的身体直奥 又不再饥荒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食物 我可以放心的 恢复我的代谢 这个时候你代谢就上来了 那加了几天 它自然是不减了 但是它是为了恢复你的代谢 对吧 你加一天也好 加两天也好 都可以 这个是因而异 总而言之就是 如果你代谢下来了 你会有表现 第一你就开始 没情绪 没劲 对吧 训练 那真的是争排养了 对吧 然后走路都没劲 那这种体现什么 就是身体在 动化你的神经 就是让你的 同样的都走路 你能用三根肌纤维走这路 你就不用五个肌纤维走 就这意思 对吧 这样你就消化就低了 它是在保护自己 因为它不知道你是在检绝 它因为你是陷入到饥荒 对吧 怕你饿死 所以说它会保护你降低 那这个时候你 泡水进来了 吃你 哦没事了 有食物了 它会慢慢给你恢复在一起 但有人恢复 一天就恢复了 那有人可能两天恢复了 所以你一个固定的这种模式 纯属就是没有意义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你有人没恢复 你又开始低 那不跟没干一样的 那是 所以说有人 你拉两天 有人拉一天 根据自己情况 对吧 总而言之 你吃了一两天 你会发现 哎 你的情绪 精神状态开始恢复了 只有之前这两天 要扁不拉鸡了 现在又 开始饱满了 对吧 这个时候 你发又低碳 在低碳下来 你又制造出来一个亏口 因为你代谢上来 又开始减 如此反复 这叫看循环 对吧 应该这样去做 好